LAYO聊世紀 天天的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薩拉斯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CUP的阿拉伯比賽 好 那這場比賽先來看一下六挺中方向的紅色玩家 尼克夫 尼克夫 選擇薩拉斯人 那薩拉斯人的特色是他的自己相當便宜 而且買賣還有5%的買賣優惠 那薩拉斯人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他可以打騎兵 駱駝 大漏馬 還有戰矛 強弩 馬弓 火槍 火炮 劍勇 他只有槍兵路線稍微弱了一些 後勤也有大駝車 大衝車 還有火炮可以用 巨型投射機器還有可以獲得配重的效果 那還有伊斯蘭醫院 那生女科技也是全滿 所以薩拉斯人應該是世紀帝國裡面最全面的科技文明 他除了騎士稍微不太能用 但是主要後期可以靠奴隸兵或是重裝駱駝 當作騎兵主力喔 或是大落馬也都可以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 因為1點鐘方向的Hart選擇了阿茲特克人 那阿茲特克人的開局喔 一開始就有這個食物3加3的效果 食物...欸不是食物 全資源攜帶量加3的效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食物這邊會變得到13喔 他才會放吃肉 那這個效果呢讓阿茲特克人前中後期喔 那我個人認為阿茲特克人算是南美文明裡面經濟最好的文明喔 那他的兵營呢還有工作效率的加成關係 所以他打老鷹暴是最適合的文明喔 那其他文明的話可能是有減免上的優惠喔 但以效率來說的話阿茲特克可能是我認為最強的這個文明 那阿茲特克人後期可以打強弩 但是沒有拇指環也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對上對方大量步兵的話可以用暴勇士進行反制 那騎兵路線的話也沒有大槍兵喔 這點也很可行 但是還有龍貫戰爭的關係 可以加4點的步兵傷害值 所以槍兵傷害也是非常高的喔 那後期的部分的話也有大頭車可以用 所以在團戰來說的話阿茲特克會比較容易打出頭車加生旅的這個戰術喔 因為他每個生旅呢 每點一個科技喔血量會加5滴血 最後的生旅的血量喔可以高達100滴血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阿 那我們先看到地圖右邊有黃金 下方有果子 兩個黃金在後方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喔 但是他的木區喔有點小小尷尬 後面只有一戳木區 後面就再也沒有了 右邊反而也沒有木頭 所以如果這兩塊木頭被控制的話 有可能就會被判死刑喔 那下邊我們來看一下尼可夫 尼可夫這邊的話木頭的話是兩側都有 那有塊在後面 黃金的部分分布還算可以 這塊主徑會稍微難受一點 因為前方有高地喔 這個高地可以讓對手非常舒服喔 不管你是要往外圍喔 這樣圍起來的話 你的黃金喔還是會被人家踩高地喔 那尼可夫這邊地圖 看起來是比哈特這邊更不好的 所以兩邊地圖方面呢 是薩森這裡木頭是比較穩定 但相對來說 黃金跟石頭 都是一個不太好防守的位置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目前看起來哈特這邊打法 還是打得比較穩 沒有拖織布 織布技術已經補下了 反觀這邊 尼可夫 這邊也是一個正常的打法 但是他這邊P速 會稍微更快一點 又偷了一村 17村 極限上封建喔 薩拉森沒有任何經濟壓承 打17P 封建肉馬 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或是打工兵開局都可以 那以薩拉森來說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打工兵開局的 因為他的不工兵對建築物傷害很高 如果要破門而入的話 也會比較有效果一點 但是從頂尖高手對決之中 可能肉馬開局還是有比較多的主動權 最近前期的肉馬就有一隻了 然後再加上自己再出個兩隻到三隻 四隻肉馬 給對方壓力是非常足夠的 好 這邊稍微打一下 一級伐木要不要先點呢 是不是忘記點一級伐木了 他一定想說 為甚麼肉這麼多 沒有打算點一級伐木 只接肉馬出四隻 細節了細節了 好 這個村民也沒有打算要點掉 這裡本來橡皮草走進來 但是直接圍死 好 防守方面尼可夫做得很不錯 稍微小圍一下 左邊圍死 右邊直接圍到底 地圖方面相當不錯 但是他的問題我們剛剛有說到 黃金全部遺留在外面了 這個防守是相當不容易的 好 補了一個射箭場 但還好後面有一塊附金在後面 主機部分很難守住 有這塊附金暫時沒甚麼太大問題 OK 出了四隻肉馬之後 算三隻 三隻肉馬之後 開始轉弓兵了 而且他弓兵下得非常早 而且挖黃金的人也是特別多 無個人挖黃金 那伐木部分還沒有點下 阿茲特克這邊伐木點下 槍兵稍微擋住了肉馬 肉馬稍微拉打一下 結果還是被戳到了殘血 後面支援點有位好 好 前方支援點這邊稍微圍死 右邊要圍到底的話需要一段路 看起來前線兩邊是打得比較 偏濃一點的 還是都有在出兵喔 都沒有完全斷兵狀況 這邊刺頭回頭打一下 大聲這邊大量挖黃金 待會可以透過買賣 OK 開始在買賣了 好 直接買上城堡時代 哇靠 十五分 半支錢 就點下了城堡時代 前面還出了三隻肉馬 跟四隻毛兵 就知道這個配置經濟喔 尼可夫這邊是做得很好的 哇 這個阿茲特克的兵力還是有點多 畢竟三城堡時代比較慢一些 毛兵是出的稍微有點多 那尼可夫這邊直接斷毛兵 也不怕對手直接衝進來 那待會這邊要思考是城堡時代要打什麼兵種 那遇到對方現在是沒有騎兵路線的關係 所以出馬的話可能出駱駝 優勢並不是那麼大 但是薩拉森的駱駝又有血量加 血量的優勢關係喔 所以這邊要思考是要打騎士還是駱駝 我剛剛覺得打南美文明還是出騎士比較好 但有些人會認為說 這個薩拉森人有這個血量加成駱駝的部分 打南美文明還是出駱駝 有點見仁見智了 畢竟騎士呢他有這個雙防2點 但是駱駝是0點 不過你要去騷擾對手的話 或是強攻對方的老鷹阿 或者是打這個村民喔 騎士的傷案還是比較優秀一點 好 那尼可夫這邊確實也是轉出了騎士 那大家都說 欸 薩拉森騎士不是很爛嗎 沒有辦法升級 沒有錯 不能升級 但是城堡時代 大家也都只能出騎士而已 除非是伯分帝人 好 那上方這裡細節 殘血拉走 後面趕快補修道院 好 騎士在上前 這個是很好的練習菜單 大家如果平常在練習四季立國的話 可以練習用騎士去打對方的兵 然後殘血拉回家 用修道院 把這個殘血的騎士血量給補起來 好 那這樣就可以練習到保存騎士的技術 那也可以讓你在此戰中 累積更多騎士打贏對手 而且可以早早點下修道院 補生女給對方壓力 或是解生物 都是一個很好的練習開局 那這個練習菜單呢 也是天空熊在四年前 提供給我的一個菜單 那這個菜單非常好用 大家可以去練習一下 這個 生魚殘血拉回家 然後用 修道院去補騎士的血量 一隻騎士都不死 打贏一場極限AI 算是一個很好的練習方法 好 那阿茲特克這邊要防騎士也很簡單 只要出生女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是阿茲的話 我會喜歡點下雙修道院 對這邊是雙修道院 雙修道院的話 這邊生女科技也要補 那你平常也要補些生女數量的話 先補下雙修道院的話 產能會比較穩定 那阿茲特克這邊撿生物呢 也可以獲得33%的黃金聖物加成 所以如果這個聖率 早點量產起來 去穩定撿生物 讓他後期的黃金產量 會非常的可觀 大概3聖物 就等於4聖物的效果 所以撿這個聖物是一定划算的 但這個聖率怎麼不出門了 好 殺生這邊騎士打完之後 開始鬼轉3TC 聖物開始慢慢撿回來了 好 這裡有一隻 刺猴殘血的 在這邊賭過來 想要撿生物的生女 這個是怎樣 想要過來看一下 左邊的狀況 右邊的生物也趕快去撿 結果生女沒有打算要撿生物 好 點了神聖思想之後 再點下宗教黃樂 其量來到了15低血 現在生女科技 已經該點多點了 聖寶世代最重要的兩個科技 由於薩拉聖人沒有點什麼奴炮啊 投資車的關係 目前阿茲特特沒有打算要轉救贖思想 這邊可能還是要先把自己的生女數量穩定起來啊 現在生女只有兩隻騎士數量太少了 好 這裡八隻騎士 從面繞背 好 這裡想要硬傷 看一下這一波 上去直接砍死一隻生女 但是也被招搶到了一隻騎士 兩隻騎士被招搶三隻 總共三隻四隻 哇 薩拉聖人這裡尷尬了 四隻騎士都被招走 阿茲特特的生女血量實在太厚了 騎士上前砍一砍 砍到一半就被招搶掉了 所以阿茲打奇兵爆 算是很好防 薩拉聖這邊要反制對手的話 自己也可以轉生女出來 最近生女科技是全滿的 贖罪思想點完 就可以招搶敵方的生女 但是自己生女又很害怕對方的老鷹衝鋒 那薩拉聖這裡最好的配兵打法 就是輕騎兵 加上生女或是投石車 這三樣東西去進行反制是最好的選項 好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後方 這裡有輕騎兵開始轉出來 好 但是老鷹真的是不怕著想 這裡要收生女 不然會死光 OK 這裡繼續蓋寶 後面的生女 要再放出來 好 好 救贖思想先點 OK 點下了 這裡一定要先點救贖思想 人家投車壓在臉上的時候 好 但這個投車拿不下來 反血走掉 輕騎兵應該是不會被導響 填層科技待會再補不下的話 打阿茲特克的生女 會有更高的機率 散殺成功 畢竟阿茲特克這邊生女血量 已經來到15滴血 輕騎兵要打的話 也是要打四下起跳才行 好 這邊直接招到一台投石車 算得不錯 等一下摁一下 這個有機會喔 投石車又找到 直接回頭砸了一發 阿茲這邊血量只剩100多滴血 輕騎兵可以直接往前上 我覺得是沒有太大問題 這裡輕騎兵一定要上 血量太少了 一刀一個 但是後方的老鷹跟槍兵過來 下方的生女可以招翔兩邊 先手必勝 哇 生女直接被招了 哇 我的天 尼可福這邊失誤了 輕騎兵沒有上 結果招翔輕騎兵的生女 直接回頭一招 把敵方的生女全部拿下 這個細節操作 打得太漂亮了 好 那目前生女上 大量劣勢 好 繼續產生女才能守得住 那阿茲現在是雙TC開農 這裡要考慮要不要挖個石頭 哦 有挖石頭 好 那不挖石頭的話 你現在開農TC一定會輸給對手 可能要開始插寶 然後給對方壓力 然後雙TC樹地王巨頭先開拆 這個策略可能會比較好 那看待會陳寶寶先補在右邊這個位置 或是把所有的投石車再拉過來 好 輕騎兵這邊可能要被招翔到了 上方這隻生女招到 好 用招翔到輕騎兵斬殺掉了一隻肉馬 最後只剩一隻肉馬能跑掉 現在殺生人很不妙 正面這個位置很難守住 好 阿茲這個雙TC 快到帝王時代了 這邊似乎還沒有挖好 現在殺生4TC 我得很開心 村民術也反超了對手 阿茲這邊支援傷 現在只輸1000而已 還能接受 這裡稍微買賣一下 好 生女加槍兵老鷹 這個配兵組合 很兇 但是沒有升級重裝長槍兵 好 城堡要蓋哪呢 那目前看起來蓋右側的位置是可以考慮 但是蓋這個TC 蓋在這裡的話 村民還是可以繞跑的 那現在生帝王的情況下 還是蓋這個高地會比較好 這高地蓋下去喔 這兩個城鎮中心都很難跑掉 應該都是會被射掉的 而且巨頭從這邊進發的話 3個TC 一次拔除後面大量農田 也可以瞬間拿下 所以這裡蓋堡可能還是最佳首選的位置 好 後方洛瑪開始要過來燒了阿茲特克家裡的狀況 結果這一村可能來不及蓋房子 第一村直接被收下 挖金礦村民只能開始繞跑 這個城堡壓下去了 重張長槍兵趕快在家裡繼續製造出來 現在家裡的產能只有一個軍營嗎 哇 真的只有 但還好阿茲特克的軍營有工作效率的產能 到槍兵速度還是稍微快的 好 再把 村民放出來 長槍兵趕快來幫忙一下 好 後面騎士努力在開坎 正前方的槍兵 守在後方 莎拉城把自己的生物全部放出來 開始慢慢往後搬 哇 莎拉城原來是五生物啊 哪還在五生物啊 好 但是這五生物感覺是要來幫阿茲撿了 但是往後搬應該是暫時能 逃掉 好 這個再繼續撿 欸 這個僧侶 完了 回頭 好 重劍 好 家裡槍兵開始多起來 現在沒什麼太大問題 右邊一隻僧侶 看到這裡有城這東西 可能現在意識到了 好 馬上補下了印刷技術 讓自己的僧侶獲得招翔射程 加三點的效果 好 這樣僧侶就可以遠處 招翔敵方的僧侶 好 這裡要小心喔 因為現在被招翔這些槍兵 僧侶沒有往後拉 可能一瞬間被招翔的 就是自己的僧侶 就像剛剛尼可夫那樣子 三隻僧侶直接被招走 好 後方的洛馬 招翔到 想要擊殺 僧侶 但是 好像沒有成功 剩下一隻殘血肉馬 跑掉了 好 殺殺人 這邊的地方是在補下 待會 嗚 先點下了異端斜縮 這個是大手筆的投資阿 好 那上去的話 還是要先點化學會比較好 有巨型投資機 跟火炮 這兩個東西存在 待會要反擊對方的巨頭 或是反制城堡 都會比較容易一點 待會的操作細節喔 就是要讓火炮保持在 比較安全的位置 這邊的僧侶全部進入CD 完蛋 阿茲特克的 神拳陣子還沒有點好 全部招翔 結果全部進入CD 趕快撤 趕快撤 這裡不要讓對方發現 自己都進入CD了 但其實還好 殺殺人這邊轉奴隸兵 轉奴隸兵的話 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奴隸兵沒有抗招翔的效果 如果不出肉馬的話 這坨僧侶是真的沒有辦法解掉的 好 這裡兩個聖物還沒有搬回來 現在只搬了三個聖物 城堡沒有要手 直接棄手 因為石頭現在被控住的關係 哇 這個石頭真的很關鍵 另外一個副石在左邊 殺生了完全斷石 好 火炮趕快按 通常器製造所 第一台火炮 好 欸 怎麼先按火槍呢 先按火槍防止老鷹飛進來嗎 但是其實要擔心的好像不是老鷹 右邊的黃金還在開採 現在用招搶到騎士跟騎騎兵 過去騷擾一下 好 肉馬過來 想要去招啊 但是 這裡應該是沒辦法 槍命實際上真的是有點多 哇 這個巨頭拆得很開心 以這個為中心點 兩個城鎮中心已經順利拿下 這裡大片農田跟修道院的生物 都全部被打噴出來 剛剛放下去的三個生物 也再次出來了 但阿茲特克要逆轉的話 不是 殺生要逆轉的話 其實相當不容易喔 短奴隸兵感覺也是有點硬的 奴隸兵只能在家裡做防守 肉馬可能還是要找機會 繼續點起來比較好 火槍大約出個十幾隻 放在家裡 開始展出輕騎兵的耕種技術 原來沒有點耕種技術啊 難怪他的輕騎兵一直被招走 沒有耕種技術的肉馬 跑的就是比較慢一點 火炮現在也不敢出門 用火炮一出去 有可能會被招降 現在劇情投資機想攻 想攻成誰就攻成誰 這些僧侶一直沒有辦法解決掉 就會很難受 好 僧侶想要招 最後招還招火槍 火槍有一段邪說應該沒有問題 但最後還是被招降掉了幾隻火槍 好 直接回頭開射 前方的僧侶 可能左邊的城堡也在也是守不住 沒有辦法穩定開採石頭 好 這個石頭中午有機會去採了 等前方的火槍兵 開始往前點又點掉了一隻生侶 後方的火炮呢 火炮有要慘嗎 沒有打算要慘火炮嗎 有有在慘了 但是慘在哪裡啊 我們沒有看到 好在後面 好 第一台火炮怎麼是在從前面出來 完蛋了 尼可夫應該是用快捷劍選取所有的工程器製造所 結果選取到了後排 這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直接從人家的眼皮底下 踩一台火炮有點太過分了 但還好這台火炮沒有被招降掉 現在阿茲特克的生侶數量也越來越少了 前線只剩下四隻生侶 後方的生侶可能要再繼續補往前 才會比較安全一點 右邊現在這個情況 對於大生來說 還是有機會可以反打的 黃金的庫存還夠 主進也快挖完了 但是附近的部分被最旁倒採 阿茲在右邊這個位置可能要再補一個巨型抽屍 先把這個TC給拆掉才行 好現在肉麻開始慢慢補起來 火炮的部分 但是數量應該是能擋住阿茲的老鷹了 火炮終於開始 反制回去 現在農田被拆得差不多 一片荒涼 家裏的狀況 後方補了一些馬舟 想要從右邊開始進發阿茲特克的後排 但其實大生一直有派一些兵到後面了 好這裏清奇兵再來一刀 差一點就拿下生侶 好左側開始拖挖石頭 這裡老鷹跟槍兵有抓到一些村民 大生人現在也急需新的資源點 按正面的部分清奇兵開始往前給壓力 但是有城堡守住的關係 一直沒有辦法很好抓到對方的生侶 生侶這邊現在要來到四到五刀 才有可能砍掉一隻 好又砍掉 但是這裡有點發呆 再拿一隻生侶可能有困難 最後還有八隻生侶火了下來 後方的火炮終於開始進攻 生侶要嘗試招響阿 終於拿掉這根城堡 但是巨型投資機直接反殺兩台火炮 這裡火槍想要正面點掉生侶 但是生侶直接招響火槍 火槍直接被戰錨打到頭破血了 妮可夫這時候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阿茲特克 哈爾特拿下比賽的勝率 哇這場比賽打得非常精彩 哈爾特的阿茲特克的勝率招響戰術 成功擋住了薩拉森人的肉碼 肉碼的部分也是被強兵抽到頭破血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 薩拉森人拿下支援上的勝率 支援全贏四勝物 應該算五勝物喔 然後卻輸掉了比賽 這個阿茲特克的強攻打法 果然主軸還是在生侶上 生侶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你的後面的進攻 不管是要打火槍火炮 都很容易被限制住喔 所以感覺遇到阿茲特克的時候 這個大肉碼投資喔 還是要急值升級投資上去會比較好 好這個三攻三防 要火槍的話 就稍微擋住對方步兵往前衝就行了 畢竟你有火槍的話 對方會轉戰喔 大肉碼先提升上去的話 不管是要打生侶或是打戰毛兵喔 都是有很好效果 或是要打後方的巨型投資機 都是可以的 那薩拉森人呢 這邊是還是選擇了先爆大量火槍 就是火槍投資過頭了 所以造成自己的正面喔 雖然扛能住 但是中後期要出的東西 是很難擋住對方生侶的 招翔戰術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